这是一头神奇的驴 吃进去的是草 拉出来的却是金银财宝 驴主人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国王深受子民的爱戴 同时他拥有美丽的妻子和女儿 可就是这么幸福的国王 最近却陷入了悲伤之中 王后因为一场大病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有个遗憾 就是没能给国王生下一个王子 如果国王想再娶一个妻子 必须要比他更美丽才行 国王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后死后 国王为了王室储备 必须要再娶一个新的妻子 于是让大臣们 找来各国公主的画像 可左看右看都不符合 王后说的条件 直到他看到最后一幅画 国王瞬间就爱上了画里的公主 可仔细一看 这不是自己的轻生女儿吗 果然能比王后漂亮的 就只有王后的女儿了 此时公主正在院里唱歌 国王一瞬间 就被他美妙的歌声击中了 并决定要娶公主为新的王后 之后他召见了公主 先是倾诉自己对公主的爱意 接着表明了自己的意思 公主听到国王的话 只觉得十分的荒唐 可又不能直接拒绝 他只好让国王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国王答应给他一天时间 公主离开了王宫 去树林找教母给自己出主意 教母也不可置信 国王居然会提出这么荒谬的要求 于是他给公主出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公主回到王宫 让国王给自己做一件天气颜色的衣服 结果没想到宫廷里的纺织工人技术十分考超 居然真的做出了天气颜色的衣裳 教母于是又出了一个主意 让国王做出一件像月亮一样皎洁的裙子 没想到国王很有毅力 很快如月光般闪耀的裙子就做好了 教母只好又出了一个主意 让国王做出像太阳一样金光灿灿的衣服 虽然事不过三 但为了如意去到公主 国王还是答应了公主的请求 这次如太阳一般金光灿灿的衣服 也很快就被做好了 事到如今公主再也没有了推脱的理由 他按照教母教的 让国王用他心爱的那头驴的皮 来为自己做衣裳 国王这么宝贝的东西 说不定他会就此放弃 这次国王终于不耐烦了 他看出是教母在背后给公主支钞 让公主不要考验自己的耐心 公主还以为国王生气了 谁知他竟然真的将驴皮剥下给公主做衣服 还亲手将驴皮抱到他的床上 没想到国王这么有诚意 到这里就连公主都有些动摇了 可教母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他建议公主应该先离开这里 自己则留下来为公主解决麻烦 之后公主披着驴皮扮成乞丐 带着教母送的魔杖逃离了王宫 不久后公主到达了一片庄园 被一个会吐出青蛙的农妇 雇佣到农场当康护工 公主哪吃过这样的苦头啊 他掏出教母给的魔法杖变出舒适的床入 和必备的生活用品 就这样驴皮公主住了下来 因为总是披着驴皮 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都嫌弃他浑身散发的气味 这天国王即将来到这里 不过国王非常的爱干净 为了更好的招待国王呢 人们将他赶出了庄园 公主只好躲进了树林里的鸡舍 谁知王子竟然误打误撞来到树林 在玫瑰花的指引下 王子来到公主的住处 可就在他准备进去的时候 却被无形的玻璃给挡住了 王子只好透过窗往里看 发现了穿着太阳裙子的公主 只一眼她就被迷住了 公主也同样透过镜子看到了她 就这样王子陷入了爱河 可王后不会允许她娶一个女仆 回去之后呢 她就装病 茶不思饭不想的 王后问她怎么了 她说想吃一口驴皮公主做的蛋糕 吃蛋糕也不算什么问题 为了自己儿子的健康 王后派人去找到驴皮公主 公主爽快的答应了她的要求 在做蛋糕的时候 还将一枚戒指放进了蛋糕里 很快蛋糕就做好了 侍卫带着蛋糕回到王宫 王子大口吃起来 很快就被噎到了 可她却让王后和医生出去了 众人走后 王子取出吃到的戒指 明白这是驴皮公主给自己的 看着戒指 她开始陷入美梦 幻想公主来到身边和自己约会 他们一起在树林漫步 在草地上打滚 在小河里划穿多么美妙的画面 为了和驴皮公主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王子也不直接说要娶她 而是跟国王和王后说 只要谁能戴上这枚戒指 自己就娶她为妻 照领一下 卖药的小贩就赚得盆满钵满 有钱人就用润滑液涂在手指上 穷人则是咬着牙磨骨 试图让自己的指头变得更细一点 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让指头变瘦 到了世代戒指这天 全城的女人都来到了宫殿门口 上至八十岁老太 下至未满十岁的女童 可是失了这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能戴上这枚戒指 最后只剩下驴皮公主 驴皮公主一进来 国王就被她身上驴皮的味道熏晕了 公主伸出手 果然成功戴上了戒指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公主脱下驴皮 她身穿金色的太阳裙 牵住了王子的手 众人都被她的美貌惊呆了 在二人的婚礼上 公主的父亲也来到了这里 原来在公主走后 国王就和教母走在了一起 现在他们是来庆贺婚礼的 就这样 故事以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落下帷幕 驴皮公主上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改编自十七世纪作家 夏尔佩罗的童话故事 因此这部电影也看得出 夏尔佩罗其他故事的一些影子 比如灰姑娘和小红帽 奇幻起立的情节 再加上俊男美女的主演 让这部电影在当时也十分的受欢迎 如今看来也乐趣满满 好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